墨幣空间工作危机重重 工友的安全意识和培训是非常重要的 而一些适合的安全设备当然不少 由专人教路做危险评估 工友安全自然level up 进入墨幣空间掃描之前 首先要进行风险评估 和建议所需要的安全措施 现在这位合资格人士 示范着用这个度气标 进行气体测试 这个度气标可以量度到四种气体 包括一氧化碳 和氧化氢这两种毒气 以及氧气和二氧气体 这个标面现在在显示 四个气体的浓度 合资格人士就可以评估到 物闭空间里有没有缺氧 有毒气体 或者火径爆炸的危险 下去物闭空间开工 一定要配戴救命孖宝 即是气体测试器 和俗称懒人中的动态感应器 Bitch Sir,救命孖宝 如何帮助工人保住性命 这个度气标 工友可以挂在身上 用来做一个持续的气体监察 万一密闭空间里的毒气浓度 是超标的话 它就会发出警暴 提示工友要立即撤离 另外这个就是俗称懒人中的 动态感应器 当工友是万一暈倒了 静止25秒的话 这个警暴器就会发出警暴和闪灯 那这个警暴究竟有多大声 你可以试试拿着懒人中 静止25秒看看它的反应 真的很大声 一定听得到 Sir,交给你 没错,那外面的后面人员 就知道有人运了 立即可以安排救援 那就可以帮工友脱离险境了 现在职安局 还为一些中小企和承办商 提供资助津贴 给他们购买这些安全设备 而工友、合资格人士、场地负责人 还有免费安全培训 还不快申请 密闭空间工作 承建商安全做得好 还可以成为升级企业 大把人拿着请